一、二、三 第四個 第四個重點就是要 會量腿 小腿的圓周周圍 腳踝的一些 它的周徑等等 來決定比較合適 因為這個跟壓力有關 所以穿到太大 太小 都不合適 是 所以如果它有靜脈曲張 然後穿這個 它的治療效果是可以到 它不需要去做 例如說雷射或開刀 我想 靜脈曲張襪子 它對已經出現的靜脈曲張 它是 它不會讓這些 已經出現的靜脈曲張消失 穿靜脈曲張襪子的目的 最重要是要預防 你改善每天的症狀 每天到下晚上 如果您覺得 你的腿部腫瘡沉重 這可能就是一個 腿部靜脈壓力過高的現象 你不管它每天不舒服以外 久而久之這些靜脈 撐不住這些血管 這些彈性疲乏 它就會變成真正的靜脈曲張 所以這些靜脈曲張襪子 有預防的效果 很多人都有這個經驗 譬如說一整天工作 一整天站下來 覺得腿比較脹 回家通常會把腳抬高 利用這個時間休息一下 20分鐘 30分鐘都好 如果靜脈曲張 比較輕度等等的話 我們通常會建議說 晚上睡覺的時候把腳抬高 用棉被 用枕頭 墊得高高的 兩隻腳擱在上面 那就睡了 睡著了就 亂踢也沒辦法 所以那個不是說 擱在那個地方 硬綁在那裡 是說你擱在那裡 要去睡覺 抬的時間看多久 你如果有人很好睡 躺在那邊就一睡 一覺到天亮 那也很好 只要抬高 幫助回流會好一點 因為我們常常都是在踢一踢 有的時候我們就會 空洞去腳踏車 那是做一些運動 然後坐在抬這樣子 很好 因為運動 肌肉收收晃鬆 收收晃鬆 它有一個Pumping有沒有 擠回來的效果更好 更好 過很多人說 那我會是 把那個床睡這樣頭低低的 其實我不太暫時 那也不好睡吧 你上半身平 腳抬高就好了 甚至腳抬高 你也不會用姿子抬高 你就把它割在棉被枕頭上面 有一點點這樣曲起來就好了 但如果真的頭低低的 頭會脹 反而也不舒服 好 再來很多人會用這個方法 想想看到底有沒有效呢 就是泡三溫暖的肌貝曲張 會退散嗎 這個我們常常聽到 就是去泡三溫暖的另外一個目的 就是讓腿能夠消腫 然後把那個 好像紫紫的顏色給退掉 對 但是我覺得 這是個迷思嗎 我覺得是迷思 因為當你長出來的時候 很難靠三溫暖能夠把它退掉 是 三溫暖在家裡泡熱水 就好何必花錢去泡三溫暖呢 所以王醫師你贊同嗎 基本上你肌貝曲張 會建議不要泡太長時間的 這些溫泉、熱水等等 因為說實在 我們剛剛講過 回憶一下 這個靜脈曲張 就是一些彈性疲乏的血管 什麼情況這些血管會彈性疲乏 第一個就是剛剛講到久坐久站 第二個就是 熱脹 所以不能碰到熱的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朋友 比如說夏天的時候 要注意到高溫的環境 冬天的話 山溫暖、溫泉、熱水澡 都要適可而止 我們下班回家 我們都反而是泡那個冷水 因為你上了一整天有沒有 腳都熱得要命 燙得要命都麻了 回家我們都是泡那個 就是冷水的 熱上冷縮 對 我們都是泡冷水 泡冷水的效果怎麼樣 因為你腳整個都脹 熱熱的、麻麻的 種種的 我們泡了冷水 我們反而覺得舒服 我們沒有泡那個 熱的可能改善循環 重點是熱的程度是怎麼樣 說不要太熱 太熱當然不行 溫水 剛剛那個副理長的媽媽說 睡覺醒來就 就流血了 對 我有一個病人 也不算病人 反正就是認識的這樣子 他去洗澡 冬天洗澡的時候就洗澡 就多泡一下下 結果沒多久發現 整個整齒的水都紅的 因為他整個腿就流血出血了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第一個 溫度不要太高 什麼叫做太高 我們體溫37度 36.7 37度左右 所以你如果泡大概差不多38度 就比體溫高 那就有點溫溫的 熱的感覺了 因為我們泡溫泉的話 比較多的泡41度 40度 那個都太高 尤其時間也不要太長 你不要下去泡個10分鐘 15分鐘 就OK了 泡太久 然後擴張 到時候很容易爆掉 但是更重要 如果表皮已經破壞了 其實就算是說 它溫水 所以我們也不贊成 有三口了 是 最好是沒有三口的話 它溫溫的 做點運動 稍微溫一下是還好 很多人會覺得說 看起來像這種毛毛蟲或蚯蚓 他很想去按摩 不行 他可以把它按下去 這可以嗎 可以按摩嗎 肌脈屈張的病人 我們會建議的所謂的按摩 是促進整體 肌脈淋巴回流的按摩 已經出現明顯肌脈屈張 我們倒是建議 不要用力去按摩 導致 有時候會導致 已經異常 這個結構不太正常的血管破裂 或者是產生血栓 都有可能 比如說 我們就是 有可能我們就是運動 就是泡泡熱水 然後之後我們就做按摩 我們按摩的時候 整隻小腿的按摩 對 嘉莉姐 手切一下 大概我們就是整隻 由下往上 這邊是 比如說這邊是腳 那由下往上 我們就是整隻 不是針對說你這邊 不是這樣子用指壓的 不是針對你這邊已經 比如說已經有那個 我們是整體的這樣子 或者是說你這樣 稍微這樣子 或者是拍拍的 這些都可以 就是不要說 特別是刺激 你本來就 好像你要把那個 筋脉去上 要把它壓下去 壓不下去的 然後之後我們按摩完 有的時候會用 搭配一些精油也可以 會比較舒緩 或者是有的時候 我們會用這些 有沒有 蘆蕙 薄荷 這些凝膠有沒有 再去給它做一些環節 它是有治療效果還是 這是爽而已 我們覺得舒爽 我們覺得大概就是比較舒服 不過電視上有說什麼 漫步 我們大概就覺得比較舒服 涼涼的 是 OK 是真的就有改善 好 但是不建議 局部局部這樣 擠壓按摩 是不行的 輕輕的戴就好了 對 整個這樣子 尤其是高一點 讓它輕輕的戴 讓它回流會好一點 但是還是一樣 如果有破 有傷口 或者那個已經很厲害 像剛剛那個第五集 第六集的 那個我們就不太贊成了 因為有傷口 有那個就不好 如果說一般只是一個 有蚯蚓出來的話 輕輕的戴回去會比較好 OK 好 其實泡三溫暖有一個 就是想請教 因為泡三溫暖 我們大家都想到熱池 事實上有冰池 也就是說熱池冰池… 大家的迷思是 我們在熱池冰池 熱脹冷縮… 熱脹冷縮的情況底下 我們可以帶動血液更順暢 是不是會對於 肌膜曲張的預防會更好 行嗎 王醫師 還是異想天開呢 這個好像理論上好像 好像有道理 因為我們要做一些研究的 不過就是問題就是注意到 就是這些泡溫泉熱水澡 有些人很舒服 還要去抓一抓這個等等 有時候真的是 一些比較嚴重的精密缺狀 皮膚表面比較不完整的 容易破裂 或導致一些皮膚的一些變別 是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看到 治療的方法了 我請王醫師再把照片 給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第一期 到第五六期的這個照片 那到底哪幾期的 它可以做雷射 那哪幾期可能 雷射可能也做不了了 現在人真的好幸福哦 以前的靜脈曲張 是那種整個大影 大影血管抽掉 對 好可憐哦 好可憐哦 好可怕 所以王醫師 你要不要跟我們講一下 有什麼樣子的形態 它是可以做雷射 OK 我想這個 肌脈曲張的治療 不管它細微還是粗大 從第一型到第五型 目的就是要把壞掉的血管 封閉掉 讓血液能夠回到 正常的血管系統 就像這個河流的水 要流到海裡面 它現在是流到這些 壞掉的路上 這些肌脈曲張 就可以比例成 半磨閉鎖 不全壞掉的路上 它流進去就像流到沼澤區 面積越來越大 所以這些治療 不管是傳統的治療 不管是新一代的一些治療 目的就是要把壞掉 在臨床上 在診斷上已經確定壞掉血管 把它封閉掉 讓血液回到正常的血管 我們有很多的方式根據 最主要是 不是說哪一種治療比較好 是根據血管的口徑尺寸 來選擇合適的治療 譬如說剛剛各位講的 所謂的 就靜脈曲張來講 我們會用到兩種雷射治療 第一種是針對這種 末梢小型的血管 我們剛剛講過 就是像都會區的這些 小巷到小馬路 這些是用表面的 皮膚表面 合適血管的一些雷射治療 大概都是以長坡長的一些 雷射治療 可以完成這些 所謂第一型第二型的治療 可是另外一種 所謂的雷射治療 或者是我們稱為 血管腔內壁合 是針對這種大型血管 就譬如說像都會區的這些 這些主要的幹道 這些大型的血管治療 這個雷射的管子 或一些 我們所謂的這些射瓶的管子 高能量的一些管子 必須要經過超音波的引導 要放到這個血管裡面 然後把這些 這些血管壁有效的這些破壞 然後造成這些 壞掉血管的一些壁合 防止血液的逆流 所以嚴格來講的話 這些血管 譬如像第一型 第二型 可以用皮膚表面的雷射治療 像這種第四 第五型的話 我們做的是血管腔內 那是比較深層的 在超音波引導之下 把整個雷射管或射瓶管 高能量的射瓶管 放到這個血管裡面 然後把它閉合掉 這就像一個 從土壤裡面 長出來的這個雜草裡面 看不到的 在皮膚表面下面的 根部的地方 如果它真的有問題 一定要治療 這些是一些所謂的 血管腔內的治療 長出來表面的這些雜草 如果有進一步需要治療的 不過這些都是比較基於外觀 就是皮膚表面的雷射治療 好 所以台灣之光 陳樹菌女士 聽說她也是有 肌膜曲張的困擾 然後她最後也是用雷射的方式 去把它處理掉了 對 但是用這種 雷射的治療方法的話 它是可以一個大面積的 做一個處理 還是說它需要 分局部局部來做呢 如果它整個小腿 大腿 可能都肌膜曲張 它是一次可以做處理 還是說它需要 分區塊來做處理 所以大家看到的表面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像從土壤裡面 長出來的雜草 大家看到的可能都是表面的 表面的這種雷射治療 是以皮膚表面的治療 發就是說 它這個大型的血管 在第一次治療的時候 治療已經有問題了 可是沒有... 臨床上沒有診療到 只針對外表的一些血管 去治療 你想想看這些表面